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下抖音社演员 岳云鹏的 平常就喜欢听听相声 还有看B站的鬼畜 今天在抖音里面刷到 好像主办方 反正专场的时候 在他表演的时候 被强制性要求结束 强制性结束 这个怎么说呢 看了一下这个评论很有意思 大概分为两种声音 绝大多数的女性 都是一种支持 同情 绝大多数都是一种支持的态度 那么绝大多数的 男性的这种评论 我不知道他们哪来的 那么多利器 这种暴力的利 这种利器 总感觉到你们演的 你们是假的 你们赚钱容易的 我们赚钱辛苦的 就这种意思 我也搞不灵青这样的人 我不喜欢分成 把男的翻成怎么怎么样 女的翻成怎么怎么样 但是一件事情的出现 各事物的出现 男女他的看法就不太一样 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我外国不太清楚 可能比较理性一点 但是很不喜欢这种态度 人总有缺点优点 总有好与坏 优于烈 总把是贬低别人 我最看不惯了 好 一看他是85年的属牛 和雷家耀还是85年 还有李隆浩 反正李隆浩是85年 我记得 他的命格一看 其实还不错的 并不差 身在寄存 金特别的旺 我是推了一下 应该是 要么生死 要么有失的可能性 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说走北方水地是最好的 那巴子呢 这个呢 从小走的是沐浴 虽然不是水地 但是沐浴也是帮生的 也还不错 按照道理来讲 但是呢 从他的人生履历来看 小时候过得很 怎么说呢 很差 就辍学 从小就辍学 是不是就是打工 同工啊 未成年啊 同工啊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就要分地狱了 他是河南省浦阳市 南乐县 这应该是个贫困性吧 这个 这个是十四求四吧 可能 反正肯定经济不发达 如果说他是生在上海 北京的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 就是就是他生在这个 江浙一代也不会 这个说14岁就辍学 毕竟85年的就是 哎怎么说呢 所以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中东的战乱 导致难民 这个中东的难民 叙利亚的难民特别多 难道他们那种难民当中 都是特别惨吗 拔子都差吗 不会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受国家受地狱的影响 因为这个国家战乱频发 那么导致国家里面的人民 肯定是过得也不是很幸福 动乱动荡不安嘛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国家 是一个昌盛繁荣的 不说超越这个是恢复 怎么说呢 这个超出什么美国 恢复这个汉唐时期的盛世就好了 好 我心里的美好的祝愿吧 如果说他尸身在什么 新加坡了 美国了 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 对吧 所以有些时候也是要看地狱的 有些人说 同一时期的人出生的那么多 难道他们都好 难道他们都差吗 不是 受地狱的影响 如果高中的话 一个人是戴是非的 而且代表磨难 这个也确实 一个成功的人 是不可能一帆风碎的 就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人 是不可能有这种 说一帆风碎 哎呀我一直很顺利 这种人往往取得 就不是那么高了 就比如说中产阶级 或者比较好的家庭 什么读书 然后升学 考学 然后工作 然后结婚生子 那都很顺遂 也有这样的 但是取得很高的成绩 就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都比较平顺 或者说这个可以理解为 也比较平稳 这样的人 当然是绝大多数的人 是向往的 好 这个运营棚呢 这个走的是鸡毛运 和雾影运 其实并不差的 并不差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就是与地狱有关了 所以有些的时候说 我这里不顺利 那我适合在哪里 他们肯定是适合北上了 八字喜欢水了 北上北方为玄武 玄武为水嘛 所以说这个八字偏弱一点点 去撒 生津 然后这个 这个世上是我推出来的 然后劫财 如果说 不管男女日干 这个年干是劫财的 这写在这里劫财的 那往往表示说 这个人 小时候肯定过的 不管有没有钱 反正都得不到家里的帮助 得不到家里的庇佑 就是说父母很难帮助 帮他给的给到他钱 就类似这种情况嘛 也确实如此 我看了一下 他的这个人生履历嘛 说4岁 有没有啊 对 04年嘛 反正刷盘子啊 怎么样啊 打工啊 这是比比比较的惨淡吧 比较惨淡吧 没办法 所以说八字必须要入到水 才能够改变 这经态度了 一定要有水来花些这个气势 目处心的话 只能说是 可能朋友比较多 朋友能帮助他 这个助力嘛 神少来看的话 他也是有天以贵人 天悦恶德的 天悦恶德的 这好事情啊 天悦恶德的话 这是尘土嘛 天悦恶德 这是一个不错的 贵人运势妄想呢 代表说他在悦住 也表示说他的这个啊 同事啊 朋友 能够帮到他 这么一个像啊 那么走水运是比较好多 那么从这个物营啊 不行啊 从08年之后啊 08年之后啊 丁丑慢慢慢慢会好起来 因为丁火能够建 能够制住其他也是好事情啊 那种物质年 极丑 极丑的话不行 09年也不行 20年更一年 一年更一年的话 更今一来七杀 是天克地冲 对人生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2010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是天克地冲 这一年变化比较大 那变化好不好呢 啊肯定是好的 为什么 这个第一嘛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丁呢 本身他走的是墓运 大云为墓嘛 啊 隐城 拱起这个墓局啊 拱起这个茅木 反正是墓嘛 墓望向了 所以说建水就能够生根发芽嘛 所以说 呃 2010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所以2010年有喜有优 啊 优的是这个切杀 代表压力麻烦事 代表说一种一场这种 呃 个人的这种 算是一个不稳定吧 切杀代表这种压力管制的多 啊 但是呢地冲 一冲嘛 把这个切杀冲走了 就代表好运来了 好事情来了 嗯 所以有些时候 有个人 一场改变 哎呀我感觉很不顺利啊 我感觉这个 别人针对我啊 那是代表好运来了 也有些时候啊 不当然不是说全部啊 啊 这个也确实如此嘛 从个人来说的话 他是讲相声的 他假声恶 属于全中水 有一句话 有个呃成语 他叫温思泉勇嘛 泉中水 泉水代表说一个人的思维活跃 人的思想创作能力比较强 所以说他的这个一些相声也是有很多自己的创造 这全中水嘛 有灵性 这叫全中水 所以很适合搞这个呃 这种文学创作的啊 比如说写个文章啦 写或者写写手诗啦等等了 现在他是做这个相声也是需要创作吧 啊 这种啊本质或者说这个编剧啊等等 这个我不太懂了 就需要这一些吧 啊 啊 这种全中水啊 而且呢 假木的话 建根筋代表什么 他是一个不将就的人 什么是不将就 就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且不会这个 根嘛 根尾切啥被掉 这个假木是代表参天大树 啊 根筋要来批 代表说他有这个 才能够成冻粮制裁嘛 所以是建火的话 把这个啊 练一下 不能太旺啊 这个来 相当于这个斧头啊 不能去砍树的时候 你如果太锋利了 把这个树都砍倒了 那不行 那修剪修剪枝条呢 代表说有利于这个树木的整个的成长 这是好的一方面了 所以说 他是一个不将就的人 不会说 哎呀这个不太好 算吧 将就将就过吧 不会 肯定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就是不将就的一个状态 也就这么一个人 而且假木嘛 假木做生地为绝地 绝地的人 往往 有些时候 看上去啊 什么是绝地啊 这一个人 就 在长相来说的话 就感觉啊 你说他 有些人 看明明是30岁 但看出呢 有35岁 3840岁 34岁 甚至是50岁 这么一个状态 这就是做绝地的意思了 就那个身材 感觉是不像一个30岁的人 假设我不是说这个月圆鹏 他有些人 为什么有些人说 他不显老啊 林志颖啊 不显老啊 他肯定是什么松柏木啊 当然 还没看啊 下次去看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松柏木 松柏木的话 为什么要松柏木 松柏木是一种不老松嘛 代表说这个人 永远都是一个长 这个长青树 不老的 这么一个状态 分析他的这个事业的话 那么08年之后 慢慢慢慢明显好转 尤其是10年 刚才是天克地冲 最大的改变 11年 12年 任成年 有好的一面 有差的一面 好多一面代表 12年是一个事业上的 这个明显的 一个巨大的改变 这因为 任水嘛 是用生来了 用生到位 那代表说这个 15年 也没有了 没写吗 15年 这个 这个人生呢 可能是演出以后 名气 名望拿到一个 就是名望是一个迅速的提升 因为任水嘛 代表 因为他工作也就是这样 不可能升职嘛 这肯定是一种个人的名望的一个提升 所以2011年是一个最大的提升 但是成土和成土呢 是自行的 这么多土 一 进入丑土 丑土 福音 福音都在丑土 那代表说他的这个财 财不忘 才可以理解为这个感情 当然你那个时间点好像本身 也没赚多少钱 可能本身要给公司 要给投影社 这个算是一个团体吧 分到自己 就是钱 它是损失了 这个无所谓 但是对自己第一代表感情 第一代表父亲 不理他 父亲哪年死的 这个话不太好听 在月云碰 父亲哪年死的 是幼年吗 有没有啊 这个 应该是在幼年 我认为是幼年吧 算了不来验证了 反正是这么个时间点 幼年代表冥王的提升嘛 但是对父亲是不利的 两个成土 这叫自行 然后大运一是抽土 土太多了 土太多为季 土为财 刚好在年柱 年为富 这么个像 这小时候过得 确实不太好了 但是这个与这个地域有关 还是那句话出生 如果出生在上海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事情 因为它很明显 这个八字不是一个特别穷的人 但是偏偏身在穷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地域吧 希望国家能够越来越强 强大 越来越富有 富裕吧 就 再也不要有这种情况吧 好 然后再看它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怎么样 因为 现在的话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八字字化 这个 事业的事业 就看事业嘛 因为这个相声的话 可能可以讲一辈子的 他这种演员可以讲一辈子的 有些你说我是一个司机 你开到70岁没人要了吧 一般来说 你是一个理发的 你没有理发的也能干到了 但是在这个农村里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他本身这个事业就是一个 工作就是这样 就是演员们 奖项 奖上层 或者说 平时还出去演出 就是仅此而已 那么个人的名望而已 八字的话 建土就不行 建土 18年不行吗 2018年 互虚年 程序相冲 这个尘图又来了 一冲 风冲着动 又来生气杀了 所以2018年又不好 又不好 18年 好 手续单一讲 都没有啊 18年有吗 18年 对 你看2018年 这个 还真有点事情啊 因为财嘛 刚好财来动了 代表说钱财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 月云棚的店 还拍屁屁 哦 对 就是这点了 所以整个来讲 那未来的发展怎么样呢 18年换成 禀 禀 18年是19年 今年19 明年庚子年吧 讲明年吧 明年庚子年 好不好 很好啊 升紫城山河水局 水来帮升 更津又来升 好事情啊 所以明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好 代表说冥王 第一 在这个名气上 能更上一层楼 或者说做出的作品 会更加的有名 会比自己比今年要好很多 今年是不太好的 因为今年是挤土和汗水 挤汗水 一来 害子愁三汇水局 有好的一面 代表说事业也是提升 比如拍电影也好 奖上升也好 各人的名望也好 都是这种提升 但挤土的话是一个合作了 来克这个 润水了 代表说有些时候可以理解为 是一种名气上 或者说各人的这种 农与上的一种打牙吧 受损吧 所以19年好像 德云社整个就受到一种打牙 不管怎么样 好像一下子张云雷 一下子谁 轮子来的 所以19年本身对他也确实不太好 明年就很好了 明年生子成山河水局 今生水生木 代表说是个事业的巅峰 2020年 这个很明显的 至于说感情的话 那么以扯土为财 扯土为正财了 正财 在扯土 属于他是晚婚 他哪一年结婚的 扯土在年住的话 一般来说属于晚婚的 哪一年结婚的 晚婚 差不多二十七八岁以上 叫晚婚吧 那河南来讲 应该算是比较晚了吧 你没有哪一年结婚的 我天啊 他就这么不有名吗 11年新某年 11年 11年结婚的 2011年是几岁 一年 三岁 二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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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啊 不算晚 属于晚嘛 因为丑土 还好嘛 但是呢 丑土呢 是在这个年住 坐下是七少 这种 其实可以理解为不太好啊 为什么坐下是圣经 夫妻公是祭神 又是丑土是在远离年住的 这种感情会比较淡的 但有一点 他的工作呢 是经常出去演出的 有一句话叫做小别圣心欢 有些时候 天天在一起反而不好 一段时间呢 隔离 然后再聚在一起 这种感情会更加的甜蜜 这就是一种小别圣心欢 有些时候适合就是有种分开 再相聚 如果天天大车上班的 天天在一起 天天在一起 那么必然会出问题 所以有些时候 比如说我的感情不好怎么办 这就是一种化解的趋势 你 要么就可以选择这种 比较有比较这个 跑动性的工作 这就是一个 选择 那么未来的发展的话 明年2020年 非常好的一年 今年是1月24号过年 那很明显 我估计 今年应该还会去春晚 今年应该会去春晚 预言一下 2020 去春晚 上春晚 明年很好 2020年是一个巅峰 就相当于这个 世界的巅峰 世界的巅峰 那这个给它一个平台 五个舞台嘛 你如果说都是那个舞台 都是在这个德云社的剧场 那也就是那样 相当于这个碗也是这么大 那么需要更大的碗嘛 那就需要更大的舞台 所以2020年它必然上春晚 也就是鼠年的春晚 它必然上 好意思 就这样吧